大家好 欢迎观看新美科技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Vivo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X70 Pro 那我相信X70系列是大部分的人都非常期待的一个系列 因为它总是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眼前一亮的相机功能 目前它在马来西亚售价是3299码币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使用过后的心得 在开始之前 希望你们可以点赞以及订阅我的小频道 谢谢我们首先就想来看Vivo X70 Pro的外观以及设计 Vivo X70 Pro采用了全新的银石AG工艺 我手上的宇宙黑配色看起来像磨砂 但又带有特别的光泽感 时而纯净黑色 时而又像布满细腻的星光 触摸管呈现顺滑的磨砂感 非常的奇妙 加上摄像头位置运有菜丝小蓝标 整体设计充满了高级感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相机组合突出 所以平放在桌子的时候 会好像悄悄板摇晃哦 另外 X70 Pro在其他细节上也下了功夫 厚度拿捏在7.99mm 重量维持在185克 搭配细腻又不滑手的质感 大大的提升了手握感哦 计身只有右侧有按键 一个是音量键 还有一个是power button啦 为了展现在摄影上的专业表现 上面还印刷了professional photography的字样哦 必须提醒的是 X70 Pro主打的是拍摄方面 因此它只有一个扬声器 也没有搭载耳机孔 喜欢使用手机看视频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哦 此外 Vivo X70 Pro搭载了屏幕上的指纹解锁 我个人觉得它机身比较细长 所以解锁的位置会比较低 不过好在解锁速度非常快 一按就开了 Next Vivo X70 Pro主打的是拍摄吧 那当然 它的相机一定是它的重头戏啦 X70 Pro的相机都搭载了菜丝光学镜头 达到菜丝梯度膜认证的标准 据说可以有效的提高画质 准确的还原真实色彩 X70 Pro的摄像头组合 分别有 50Mbps定制级IMX766V传感器的 Vray云台主相机 12Mbps的120度超光角镜头 12Mbps的定制级IMX633传感器的人像拍摄 支持OIS防抖哦 另外还有1颗8Mbps支持 5倍光学变焦的长焦镜头啦 说的这么厉害 我们现在就来看Vivo X70 Pro拍出来的照片如何 无论是拍视频还是拍照片 开启防抖功能后 轻松可以锁住画面 手抖也不需要担心哦 整体拍摄出来的照片质量非常高 颜色准确 不暖也不冷 人物的细节都非常真实精致 完全可以达到菜丝光学工艺的标准啦 晚上的效果 有了菜式提度膜的价值加上微云台 晚上拍出来的照片相当有质感 色彩的控制很到位 明亮又清晰 满满的细节又不会太佳哦 另外Vivo X70 Pro搭载的菜式独特的镜头风格 比如Distagon Planar Sonar Biotat等等 人物的细节更细致 有了Vivo X70 Pro 人人都是专业摄影师的啦 我觉得Vivo把这个手机呢 打造成了轻便型的专业设备 随时随地都可以拍出大片 好 我们看了它的相机之后呢 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其他的配置 X70 Pro搭载了12GB RAM 以及256GB UFS3.1快传输内存 支援双卡双待 但是不支援记忆卡扩充哦 X70 Pro搭载一个6.56寸的FHD Plus的3D柔性屏 支援120Hz的刷新率 240Hz的触控彩阳率 正面观感上来看呢 这块屏幕相比一般的手机比较细长 手掌比较小的朋友 也可以轻松的单手掌控哦 在硬件方面 X70 Pro打扎了Diamond City 1200处理器 这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跑分 从跑分来看 X70 Pro在各种场合下 都能做到界面流畅 以及高速的运行 在游戏方面的表现也符合水准 在王者荣耀都能以高震率运行 画面流畅 我打了45分钟左右 机身温度大概在37度左右 我觉得温控表现也相当不错 另外X70 Pro还搭载了线型的马达 我觉得这个对玩家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好消息 4400毫安电池加上44W的快充 日常使用打些游戏的情形下 用上一整天都没问题哦 好了 我们今天关于Vivo X70 Pro的快速视频 就说到这里啦 我觉得Vivo X70 Pro基本上 它都可以满足所有的拍摄方面的需求啦 所以呢 如果你在找这个全能拍照的手机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它啦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拜拜